玉璃派出所为了让年节繁忙的铁路交通运输顺畅 在春节假期开始前 由所长陈文朗带领派出所同仁以及玉璃车站站长 前往玉璃镇内交通繁忙度较高的农民医院平交道前 与热心的铁井妇女志工以及坚守岗位的平交道保全员 一同向往来的路人宣导铁路平交道的交通安全 青年努力春节长达九天 铁路警察局玉璃派出所以及玉璃站长 特别跟志工们来到玉璃农民医院前的平交道 车流量也比较大 将加强平交道寻守的勤务 如果遇到明确违规闯越平交道行为都将依法举发 提醒用路人平交道的交通安全 在这个借这个机会特别呼吁我们驾驶朋友 行经铁路平交道要注意停看厅 注意铁路两方切勿火车室来实存通过 切勿这个抢快通过造成一时遗憾 所长也提醒如果因为贪快抢到强行闯越平交道 罚缓金额最高清台币九万元整 并且需要吊扣驾照 呼吁所有的用路人不要心存侥幸而造成后悔莫及的结果 遗憾行为我们会这个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54条依法自单举发 它的罚则在一万五到九万元之前 而且还会吊扣驾照这个处罚 春节期间以治安平稳交通顺畅 民众安心为三大工作重点 特别对于平交道加强交通疏导 对于恶意违规驾驶人依法举发绝不宽带 让民众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度过春节假期 记者高双双玉政采访报道